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我們還要教什麼新的功能 我們上個禮拜大概 你可以發現 你已經可以寫出一個APP啦 並且你對這個UI端 server端的語法就是跟以前一樣 它只是有一些特殊的結構 只要在那個結構內的語法都跟以前一樣 UI端我們已經可以做一些變化啦 那我們今天再多學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我們目前為止 我們學到的這個APP 它的這個 就是你能夠做的運算 使用者必須在APP上面做所有的輸入 如果使用者要上傳一個檔案 如果你的運算比較複雜 使用者要上傳一個檔案的時候 目前是沒有辦法做到了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一定要讓這個APP 可以去接收使用者上傳的檔案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 接收使用者上傳的檔案 這個本身是難的喔好不好 來這邊有一份data 好這一份data 它這個 呃 它的檔案格式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一個TXT檔 那TXT檔 我要把它讀進來的話 我要 我們用read.table這個函數 我們來試著把它讀進來看看 好讀進來以後你會發現這個table總共有五個變數 那這身高體重 BMI 那個檔固醇 跟三月鋼油脂 這五個變數啊 我們現在把它讀進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很多操作 舉例來說 我們以前學過一個 一個函數叫Summary 這Summary這個函數可以幫助我們看到 欸這個data 它每一個變數的這個 呃最小值啊最大值啊 平均數中位數之類的數值 好那我們啊現在想要做一件事情啊 就是我們想要寫一個簡單的APP 這個簡單的APP要做什麼咧 就是 使用者啊只要上傳這份data 上傳這份data 我就把它的這個 就是 前幾列的這個 就是前幾個RAW的這個 資訊 跟 它的Summary 把它秀出來給使用者看 好這應該不會很難嘛對不對 好我們來 我們現在來直接把這一串 UI跟Server複製貼上喔 我們只要複製貼上就好啦 再開一次 我們再學習一下 我們怎麼要做這個複製貼上啊 請你看到這個 這個 我們現在買APP這個檔案已經開好了 我們把之前的這個UI跟Server 把它抓出來 我們在UI端把這一串 好複製貼上 然後接著 Server端複製貼上 好注意喔我們現在都還先不去討論說 為什麼可以這麼做喔 喔我忘了把那個答案下來下來 等我一下 好你把UI跟Server 貼完了之後 就請你按一下RUNAPP 欸等一下 我先把它 好 你看看到這個RUNAPP 它是不是左邊只有一個鍵 就是Upload your data file 然後這邊有個 就是叫你瀏覽去找嘛對不對 然後 這個 在右邊 有一個 有一個框框 目前它告訴我是 就是You have to upload your data 好我們這邊按一下 上傳 在下載這裡 我們看到example對不對 我們把它上傳上來之後 你看到了什麼 它這裡是不是秀出了一個 我的前十個RAW 然後並且我這一個LAB 顯然就是去調這個東西嘛 那這裡呢 這裡是不是它商門員的結果 好所以說 我們如果說 我們這一個APP 它到底怎麼運作的 我們現在仔細來看一下 它到底怎麼運作的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 在UI端 這個 標準的結構 三段式結構 header panel sidebar panel 跟main panel 這邊就 沒有什麼疑問嘛 對不對 好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這個 這個header panel 沒什麼好特別的 反正我就改改字嘛 對不對 好 sidebar panel這裡 我有三個東西 一個是file input 這我們第一次接觸到嘛 對不對 file input顯然就是 我們今天 左上角在一個元件 這就叫file input 對吧 要給人家上傳檔案用的 這個file input 它的input的id是files 所以等一下到server端 它鐵定就是input裡面的files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接著呢 label等於h4 upload your data file 這就是我們看到這些字嘛 對不對 好這個h4 h4的意思是 我把我的東西變成稍微 就是稍微出體 加出加的 這是h4 就是這個 header level 4 的意思 這是html的語法 好 multiple 它可不可以允許上傳多個檔案 不行 如果你這邊按true 它就可以 好然後接著 accept txt plan 這個是說我可以接受什麼樣的檔案 在這裡的意思是 我只能夠接受txt檔 什麼意思呢 我再按一次browse 你現在是不是只有看到txt檔 我現在在桌面 欸這裡 它 你只看得到資料夾 跟 你只看得到資料夾 你看音樂它會沒有東西嗎 當然會有 這裡是不是有個自訂檔 我把它按所有檔案 你是不是就看得到所有東西了 這樣懂了意思吧 所以 這個 txt plan 它的意思 它意思就是 我default只讓使用者 看得到.txt的檔案 這樣懂了意思嗎 這樣找東西 找起來是不是比較好找 好 help text 這個很簡單嘛 這個就是下面一串文字說明 所以這不重要 接下來 sidebar slider input 這個也不是很重要 這個我們上次學過了嘛 對不對 input n 從5到20 default value 是10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然後接著咧 接著這個main panel 我們輸出兩個東西喔 一個是輸出summary 這個輸出summary 這個 這個東西 它是不是跟下面這r console 這個東西輸出的是一樣的東西 這個我上個禮拜學過嘛 對不對 然後接著這裡有一個table output 這樣可以接受吧 table output 好那我們 所以我們現在光看我們的UI端 我們是不是可以理解 我們的input是什麼 file跟n output是什麼 summary跟view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server端我們怎麼寫啊 server端 來 我們output有兩個 所以我們裡面的原件就是 output summary 跟output view 這樣可以接受 output summary 跟output view 這兩個東西 output summary裡面啊 來 如果 input file 它是nun的話 nun就是 現在是沒有東西的 使用者還沒上傳 我就回答他 you have to upload 這個多力控的 you have to upload your data 這樣懂的意思吧 那else呢 data等於 readtable input裡面的files 裡面的datapath 欸你會說 靠那這樣子 我怎麼知道 input files裡面有多少東西啊 以後如果自己遇到新的原件的時候 我怎麼知道 它的檔名在哪裡 對不對 這樣懂的意思嗎 欸所以其實我們還可以做一件事喔 我們現在不要讓它 我們總 我們總是知道 這個 我們總是知道 input files 是我們的 input的原件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子我們按 reload的時候 好 我現在上傳一個檔案 欸 看到了嗎 它這是一個data table 欸 data file data frame裡面有 檔名 然後它的size size就是它的大小啦 這大小是用幾bit 那個幾bit來計算的 type 這個text plan 所以你看那個accept type 這個 也是可以從這邊看出來嘛 對不對 然後它的 實際路徑名稱 這是一個虛擬路徑 為什麼這是一個 我們需要用虛擬路徑呢 因為你是從本機端上傳到server嘛 所以server端會 形成一個虛擬路徑 讓它可以去assess 所以我們其實是讀這個檔案 來這個 來這個上傳上來 好 這樣大概懂我的意思了吧 如果 你以後啊 你搞不懂 就是這個東西 裡面到底有什麼 的時候 請你使用 這個函數 和random print 這兩個東西的組合 去看看裡面是什麼東西 因為在shining server裡面 我們沒有辦法使用rconsole 直接給我們response 對不對 但是透過 這兩個函數的組合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的response 好然後接著呢 view view是一個table 對不對 所以table output 對上rendertable 然後一樣 如果input file是nun的話 我就什麼都不做 然後else的話 我就把檔案讀進來 並且 去呈現它的前inputn行 inputn在這裡 這樣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這就是一個 我們標準的一個 就是 可以讓使用者 接受這個 可以讓app 接受使用者上傳檔案 標準的一個 最小範例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件事情啦 就是 我們 現在來做 首先啊 等一下你們先 把這裡複製貼上 做出來 這個 就是 重複我的work 這個應該不會很難啊 畢竟做複製貼上的東西 就可以動了嘛 下一步我們要做什麼咧 來 我們啊 希望 把檔案讀進來之後啊 我們發現 其實我們可以指定一個color 我們現在把它關掉喔 這個data 我已經讀進來了 我們可以指定一個color 這個color是 假設是red 我就可以plot data color 我們可以把這個圖畫出來 這圖是什麼咧 每一個 variable 對另外一個variable的scatterplot 然後顏色 顏色就可能是這個red 或green 或blue 什麼之類的 好那你要做什麼咧 來看一下我開出來的需求喔 首先啊你要在 UI端 用radio button 讓使用者選擇顏色 這樣可以接受吧 讓使用者選擇顏色 然後並且 在 main panel端 main panel端 就是我的 你在這裡你要加一個radio button 讓使用者選擇 在這裡 你要增加一個plot output 輸出一個圖形 讓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圖 那在server端呢 因為這裡有一個 plot output 所以在server端你顯然要增加一個randomplot 然後去 讓我們的圖像可以產生出來 產生圖像的語法就是長這個樣子而已 關鍵只有你要先把data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 把那個color input color 把它放進來 然後把它plot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我們試著 做粗練習衣好不好 好各位同學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一題要怎麼做啊 好不好 來這是原始版的 這是原始版的 標準的做法是在UI端 這裡我增加一個radio button 我就再豆點下去就好啦 radio button 然後我這裡給他一個 假如說 要color好了 color 然後 這裡我給他一些turn 就來說叫 select color 好然後呢 他給他選什麼東西咧 red 等於 小寫red blue 等於 小寫blue 好 基本上我們就先這樣就好了 按一下run 好 他是不是已經出現這個 他是不是已經出現這個選項了 只是 現在是不會有任何用處的啦 對不對 因為 因為這個選項沒有跟任何 server端去連結嘛對不對 好那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咧 來 我們解決的方式是在server端 現在我們 在UI端我們這裡需要畫出一張圖嘛 對不對 來畫出一張圖是不是 plot output 嗯plot 我們就叫plot就好了 好 然後在server端呢 這個plot 因為你多了一個plot這個區塊對不對 所以你在這裡是不是就要有一個 output plot 他等於random plot 好大括號 小括號完之後要接大括號喔 裡面才能打語法 這裡面的語法我們要怎麼做咧 來我們把上面的這一串 把它複製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讀不到檔案的話 我當然是return run嘛對不對 讀得到檔案的話 我再來對這個檔案畫plot 然後color 等於input裡面的color 好再按下wrong 好現在 好你看圖出來了 而且我改blue的時候 它是不是就換顏色了 好這樣大概 大概懂我的邏輯嗎 我怎麼去把它寫出來的 好這邊有一個問題啊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答案 我們答案啊 我們在看答案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這邊有什麼問題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邊是區塊1 區塊2 區塊3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區塊1區塊2區塊3 這區塊1區塊2區塊3 它是不是分別讀檔 分別讀了一次檔 是不是非常的智障 你可以想像這個檔案假設很大 這個我們當然我們上傳的檔案很小啊 對不對 我們為什麼不能夠讀一次檔 然後把那個檔案佔存在某個地方 然後讓這3個區塊都去讀那個檔案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要怎麼做到這件事 看一下我們的語法 我們需要用到一個東西叫reactive 這個函數 我們本來啊 這個區塊 來注意一下shining server的區塊 來注意一下shining server的區塊 都是output裡面的什麼東西 等於 吧啦啦啦啦啦 可以吧 我們現在來可以看看一個 大寫data等於reactive 這一串就是讀檔嘛 對不對 並且把檔案留下來 這個東西 它是不是不在output裡面 這是憑空產生的東西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憑空產生的東西reactive的意思就是 這裡面的東西隨時在改變的時候 這個data 這個東西 這就是一個暫存物件 它就隨時做改變 好那這個data 就是我們暫存的 只讀一次檔的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接著我就要把這個data 給下面的東西 那我要怎麼給咧 來看著 我的 data 就等於 小寫data 就等於大寫data 加括號 這個東西就是暫存物件 我要叫出它 這個東西在裡面 這是一個函數的形式 我要把這個函數 把它的結果叫出來 我就要用到這個函 這樣的方式叫它 這樣這個東西就會變成data 那這個data 我這裡就可以把它改 isNoon data 那就return這個 else 就summary嘛 對不對 那if if isNoon data data 那我們就不用讀檔啦 就直接把data做操作了 這樣懂我意思了嗎 因為這樣子這個data就是暫存檔 這樣懂我意思了 來我們再看一次 這裡就不用了 然後isNoon data data 好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 看不出來有什麼不一樣啦 它 看起來是一模一樣的對不對 但是它的效率就會提升三倍 因為它只讀了一次檔 這樣大概懂我意思嗎 不過就是這個語法 你就算你學不會也無所謂啦 不過後面 後面我們會再不斷的就是練習這個 這個技術這樣子啦 不過就是 學不會也沒有關係 反正東西只要跑出來就好了 對於你們現在這個階段 程式只要可以跑就好了 好不好 能夠負載多少容量啊什麼什麼 這個暫時都不是問題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階段 我們剛剛已經學到了這個如何上傳檔案 上傳檔案是全部最難的一個控制元件 我們現在想要了解 我們現在想要做一件事 就是我們目前都是 呃 根據程式去學到底有哪些控制元件嘛對不對 就是在UI端的控制元件 UI端的總共的控制元件到底有多少呢 我們現在是不知道的 所以現在啊 我們想要把 所有UI端的控制元件一次秀出來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基本物件範例 這個檔案下載完了之後 你會看到一個 你把它解壓縮之後 你會看到一個資料夾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解壓縮完了 我給大家看 這個解壓縮完的資料夾在這裡 在這裡 叫這個 基本的控制元件 然後裡面有一個server跟一個UI 我們現在把 當前 我們之前的server跟UI把它關掉 我們直接開啟 這裡的server跟UI 好 server端我們先不管 我們直接看UI端 我們先 我們通常 在學習程式之前 我們都是什麼都不管 我們就just do it 把它打開 這樣懂的意思嗎 好 打開了之後 你看到了什麼 我們的opening browser 好啦 你看到了什麼 來 這裡是不是有個 叫submit button 這裡有個按鍵 按了以後 它這裡是不是會改變 這樣可以接動 那這裡 single 打鍋 是不是它這裡會改變 對吧 來 dat input 是不是會改變 所以其實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啊 fire input 上傳檔案之後會得到 路徑 這樣欸 我還可以上傳其他檔 其他種類的檔案喔 喔 超過大小限制 呃 這裡有什麼像可以 好 好 這就是一個虛擬檔案 好啦 不管啊 這裡 tracks box tracks box group 這裡也可以隨便我怎麼點 這樣可以吧 然後date range 就會輸出 輸入兩個 兩個date嘛 這樣可以接受 然後download data download 它居然可以download一個東西下來 好 radio button 好這個檔案我們就懶得看了啦 好不好 我把他關掉了 好這就 這就一個檔案下來 好radio button 這裡 這個我們早就學會了嘛 它在server端裡面 是用這種形式呈現的 text input 這樣可以啊 numeric input 可以接受 好這裡是 簡單的 控制元件 這邊還有一些複雜的 控制元件 欸你發現sliderbar 居然是一個複雜的 控制元件 左邊這個sliderbar 這個我們常常用了嘛 對不對 來中間這個sliderbar 它居然有 兩個數值可以給我們拉 好 右邊這個sliderbar更厲害了 你有沒有看到下面有個 播放 按下去之後它居然可以這樣子 好所以說 欸是不是 欸你是不是想到了 非常多有趣的應用啊 主要說假設你現在有100張動畫圖 好了對不對 你在這裡你按下run 欸它就一張張出來 那不就是動畫了嗎 對不對 好來 再來select box input 這個我沒學過了對不對 來這裡就是單選嘛 對不對這不難 欸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一個單選它在 它就是三選一 有default就是要選一個值 我有沒有可能啊 這第二種single select box 它是不是在我還沒選之前 在我還沒選之前 它是產生空 當我選下去那一瞬間 我就改不了了 我沒有辦法再選成空了 這樣可以吧 這個是default什麼都不選 讓使用者選了之後才開始選 還有multiple select inbox 用ctrl鍵可以選擇 多選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在這裡還有這種 1 2 3 然後我可以把這裡 取消掉取消掉 3取消掉 這樣可以吧 這樣知道吧 好所以你看 其實控制元件有多少多種 多少種 控制元件有這麼多種 好那這麼多種我們要怎麼去學習 來 我們先看看這個語法的server端 它到底在做什麼 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不是我之前一直強調的 來這個語法 這個語法 它是不是可以出現一個 Action2 這個是跟rconsole一樣的東西 對吧 好這個Action2 它就等於 直接把inputAction1把它print出來 這inputAction1 是不是就是這個東西 ActionButton裡面的東西 所以透過 這個函數 跟這個函數的組合 我們可以把 我們想要的東西 直接把它print出來 我們可以看它原始的樣子 這樣我們才知道 使用者在 傳給server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才能 對那個東西進行應用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你注意到了什麼 來 第一個ActionButton 這個ActionButton 每按一下這個東西就多1 每按一下這個東西就多1 所以說如果這個ActionButton 我按一下它是不是就加1 按一下是不是就加1 按一下是不是就加1 這個特性 我們可以拿來 我們等一下再來想想 可以拿來怎麼用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每按一下就加1 每按一下就加1 這個single checkbox 它是不是在這裡 checkboxInput checkboxInput 這個checkbox 那它顯然就是 這個labelchoiceA 這個是不是就是在這裡 它的input就是一個true跟false 這樣可以了吧 它的checkbox2在這裡 它就是一個true或false 這樣可以接受 好那我們接下來再看 dateInput 那它是什麼咧 dateInput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裡是不是就是這個函數 然後起始值你設多少嘛 對不對 好接著 我們再來往下 fileInput fileInput我們剛剛學過啦 是不是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然後接著 checkboxGroup 來剛剛是 checkboxInput 現在是 checkboxGroupInput 它的格式是不是就不太一樣了 跟剛剛 前面是true跟false 然後只需要label嘛 對不對 現在變成 請我給我三個選擇 一個是 choose1等於1 choose2等於2 choose3等於3 然後我select 一開始 default選擇是1跟2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接著 dateRangeOutInput 它一樣也是 dateRangeInput 然後start跟end 跟前面dateInput 和dateRangeInput 是兩個不同語法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接著 我們來往下 dataDownload 欸這裡就只有 download2 dataDownload download2 這個物件 在server端最特別 它在server端是 downloadHandle 那這個 downloadHandle fileName defaultFileName 這裡可以改 然後 這個content 這個 我們把cars這個data 把它 把它 把它讀進來之後 這個cars 是R裡面的 範例資料 我們把它寫出去 那我這裡的路徑名稱 為什麼用con呢 因為使用者在下載的時候 你如果仔細注意的話 你會發現使用者在下載的時候 他是可以選擇路徑的 這個 這個 因為我們這裡的 我這裡把這個就是 我這裡把進階設定這裡打開 下載資料夾是在哪裡啊 下載前詢問每個位置 這樣子的話 我的東西在哪裡 在這裡 這樣我按下download的時候 它可以給使用者選擇 我要丟在桌面 它一樣可以存檔存過去 這樣懂了意思嗎 所以說這個con 它其實連結使用者 去點到的資料夾 這樣懂了意思嗎 然後接著 download完了以後 radio button 這個我們已經學過了 這簡單 好接著 text input 那就是text input 去輸入一串文字嘛 這樣可以接受 這個numeric input 輸入一個數值 好接下來 比較複雜的 slider input slider input1 這個不難嘛 對不對 slider input1在這裡 這個不難 這個 min max跟value 這個我們早就會了 對不對 好接下來 同樣也是slider input 我的起始值的value 如果給它兩個數值 那它就會變成 自動變成 range range slider 這樣可以吧 它就自動變成這樣 左邊跟右邊 差別只有在起始值 從一個變兩個 它就自動變成 range slider 好接著 loop slider呢 它差別 我再給一個參數 叫做 我 internal 是200 200代表 每200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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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進一格 每200毫秒 前進一格 loop等於True loop等於True 的意思是 到了這裡之後 我結束之後 它會回到0 繼續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它會循環 好這個就是 你給了這個參數 它就是一個 告訴我說 我這裡右下角 我需要一個鍵號 需要一個播放鍵 那有了這個播放鍵 我就可以進行這個 連續的這個操作 好接著咧 這個select box 這裡有select input 這個是標準結構 single select input 好如果是 比較複雜的這個結構 在這裡我要下一個 額外的參數 這個額外的參數 可以讓我起始 不選擇任何value 選完之後 東西就不見 就不能夠再回到空值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起始值是 Choice點點 等於空值 然後 接著是這個 接著是這個123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 這個第一個值 選完之後 就再也不會出現了 multiple select box 在這裡 multiple等於True 多一個參數 這個multiple等於 然後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可以讓我們選 好如果我們multiple等於True 並且這個 selective等於True 的話 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好所以其實啊 這兩個 這四個 跟這三個 它其實都是同一個元件嘛 對不對 只是 給的參數不一樣 好我們學了這麼多啊 其實 你基本上 你也不可能全部都記起來 你現在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欸等一下 你就打開這個語法 然後你看一下 這裡面有多少元件 然後之後啊 你只要把你 需要用的元件 把他的語法貼過去就好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舉例來說你需要輸入文字 欸你就 你就把這個打開 這個我們永遠都要留著啊 你就把這個打開 欸找一下這個 嗯 text在哪裡 text在 text在input在這裡 那我們就用它嘛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我就知道 然後它在server端 接到的是什麼 input text1 這樣可以吧 好學完了以後啊 我們等一下的練習題要做什麼呢 請你打開剛剛那個 下載剛剛那個 就是那個資料夾 下載完之後你先把它打開 然後產生我剛剛那個東西 產生完了以後 來請你手裡 我們現在請你寫出一個新的APP 這APP要做什麼呢 來 來首先 讓使用者上傳範例檔案 這個範例檔案 是不是就是剛剛 是不是跟這個練習很像嘛 對不對 這個練習很像 來上傳範例檔案之後 按下按鈕才畫出散步圖喔 按按鈕之前 即使檔案上傳了 剛剛是檔案上傳了 就馬上畫出散步圖嘛 對不對 現在是檔案上傳了以後 你要按下一個 action 它才畫出散步圖 那你說 我按action 是0變1變2嘛 那我要怎麼樣去 我要怎麼樣讓server端 知道我按的按鍵呢 你可以覺得說不等於0 是不是就是 它大於0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使用者按按鍵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接著咧 來 上傳檔案 上傳檔案我們已經用過了 接著你需要給一個action button 在這裡 接著呢 使用者選擇散步圖的顏色 這我們剛剛練習的答案也有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 讓使用者下載這張散步圖 所以你需要學習 怎麼用下載元件 下載元件在這裡嘛 對不對 UI端的download button 然後跟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你就要學習如何使用 對不對 那你要學習如何使用 你是要把data匯進來之後 根據使用者選的顏色 讓它存出pdf檔 那我們本來write csv 是用這個函數 我們存圖 是需要用到這樣的一個函數 那現在這個 這裡的路徑是plot.pdf 你顯然要把它改成con 變成使用者選的 這樣跟使用者選 這樣可以齁 好 接著 這四個 元件都做出來之後 就差不多了 第五個是 你再看一下 你還可不可以再增加一些其他吧 好不好 這一題一樣 我們給20分鐘的時間練習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把這題做完啊 我們首先啊 我們鐵定資料先回到這個 最開始的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已經把這個 我們右邊 左右邊這兩個UI跟 這個UI跟server 這個是 欸 這靠這個是 這個好像是 下一題的 等我一下 我找一下 好右邊這兩個是 這個我們剛剛已經做出來的東西嘛 我們再看一次 這是練習 這個是練習 這個練習1的答案 練習1的答案 這個我們剛剛已經做好了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要加一個action button 這個action button要加在哪裡 我們看UI端 然後我們UI端需要加個action button 我們在這裡我們可以把 剛剛的這個action button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我們把它加在這個help text的下面 現在是不是有action1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們再看一次我們的UI 好現在是不是有action1了 不過當然不會有任何反應啊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沒有去設置這個東西 要怎麼跟server端連結嘛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直接上傳一份data 它還是直接就出來了 好那我們再多改一些UI 我還需要一個download的按鍵對不對 然後我把download按鍵放到這裡 來看一下啊 download按鍵在這裡嗎 好接著我可以把download按鍵 我放在color的下面好了 好你現在是不是看到download按鍵了 是吧可以接受 好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來寫程式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要把這個action1跟download button 把它放進去嘛 action1比較簡單 你在server端 因為input data是已經共用了嘛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可以在 isNoon等於或者是 action1等於0 如果它是0的話 我就代表我還沒按過嘛 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我現在browse一個example上去 它是不是還不會動 我按一下action之後 它是不是才會出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欸因為我按下去 它是不是從0變1了 所以說 它如果等於0的話 我這裡就不會動了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欸可是你這樣 這樣有一個問題 就如果 如果我們今天啊 我們今天首鍵 假如我先按一下 它是不是變1了 雖然我看不出來 但它已經變1了對不對 我再把它browse上去 這樣就會出來了 你們大家有懂我的邏輯嗎 因為我剛剛寫法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我要怎麼改勒 來 這裡啊 我們這邊有一個叫event reactive 我們把input action 把它放到這裡來 我們的event是input action 如果你這樣改的話 這個你沒有學到啦 所以不會很正常好不好 來 我現在按 先按 按再多下都沒有用 我現在再按了才有用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我沒有 我之前按再多下都沒有用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們 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download的我們要怎麼設計呢 download的我們就先 直接來這裡貼嘛 這個是default default download的東西嘛 我們把它貼到下面來 來 一樣我們先按下 reload app再做一次 現在我們 因為這個download按鍵綁的 不是這個data嘛 對不對 所以說你直接按download的話 它一樣可以download的東西 就download剛剛那個 cars那個檔案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吧 那我們要怎麼改勒 我們把它改成 這裡我們改成 plot.pdf 然後接著在這裡啊 我們變成把data 等於 我們把這一串把它拉上來 然後我們本來 我們把它改成pdf file等於con 然後 我們把 剩下的這些東西把它貼過來 欸 不是練習了 好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畫圖了 我們再一次 好大家看現在我按download 是不會有任何反應的喔 好不好 是它download 這個東西是錯的嘛 對不對 為什麼因為 因為那個我 我現在還沒有上成東西嘛 我現在按browse 把example上來之後 它還沒有 它還沒有開始run喔 你現在按download 一樣也不會有任何東西 這樣可以了 失敗伺服器問題 這樣可以吧 好 接著我按下action之後 東西是不是出來了 東西出來了嘛 我接著按下download 欸這個時候是不是就變plot了 我把它存檔 開出來 現在是不是紅色的圖 這樣可以接受 那我們再回來這裡 我按成blue 它是不是改圖了 我再按下download 它是不是改藍色的圖了 好這樣懂我的意思了吧 所以 這改起來是不是 感覺起來應該也 沒有特別難嘛對不對 再想像我剛剛怎麼做的 首先我先改UI 我希望還要再增加多少元件 我就把它貼上去 貼完之後 我把這些元件啊 在server端 把它組織起來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了吧 我在server端 根據是要融入之前的模塊 或者是重新再開一個模塊 這個都可以 好 所以我們啊 其實寫app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去用 把不同程式的特點融合在一起 大概就是在做這件事 好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我這裡的server端 欸 結果我這裡的server端 action button是放在哪裡啊 根本沒有action button啊 我只有把download放上來了 哎呀這個 我這個 我這個練習二答案 少寫了一個action button啊 好不好 這個action button就像我剛剛那樣寫 寫上去 好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節 OK 我們呢現在想要做一件 更這個 更有趣的事情 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把一個檔案上傳上去 這個 變數名稱 是不是 上傳的時候我才知道 這可以理解吧 因為檔案 我接到使用者資料之後 我才知道他有哪些變數名稱啊 所以今天如果我想要 我想要做一個 線性回歸 這個線性回歸 是用這份檔案裡面的某一個數值 去預測他的另外一個數值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要怎麼讓人家選 覺得說我要做個radio button好了 我這個radio button 是不是 必須使用者上傳完檔案之後 他才會產生 對吧可以接受嗎 使用者上傳完檔案之後 他才會產生radio button哦 我們再看一次 我們現在要畫個圖 我們再 來了解一下 傳統的UI 這邊有選項1 選項1 選項2 選項1 選項2 這個都是預先design好的 對不對 不管是我們上個禮拜 用了conditional panel 都是在這裡都先決定了 對不對 都先決定了 他長成什麼樣子 就確定了 然後丟給server 丟出去 然後他就回傳一個東西給我們嘛 對不對 好可是今天我們現在遇到的什麼問題 我這邊想要input一個file file input了以後 吃到server端之後 我才知道他有哪些變數名稱嘛 對不對 我才知道 他有height 他有weight 他有什麼有什麼有什麼的 我沒有不可能啊 在這裡產生一個按鍵 是根據他的變數名稱 他傳回來 讓我們選 選完之後 我們再把這個答案丟過去 讓他做一些運算 再回來給我們結果 讓大家懂了嗎 這個流程不太一樣 我再說一次 我們以往就是ui端 先設計好input的元件 這些input的元件設計好了以後 往server丟 server運算結果就出來了 現在我們要做什麼呢 ui吃了檔案之後 先到server 進行一輪運算之後 回頭改變ui ui改變了以後 再丟到server ui再做改變的ui 再被使用者選擇之後 再丟到server 運算完之後再丟回來 這樣懂我意思了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一個範例 要怎麼做好不好 好我們先按下run 好現在他現在什麼東西都沒有對不對 你要先upload你的file才會開啟後面一連串事件 你發現了什麼 當你上傳完了之後 左邊是不是加東西了 他加了兩個select input對不對 第一個是請你去選你的dependent variable 第二個是選你的independent variable 我這邊選了with以後 你還發現什麼 喔靠 不只這個改了 連這個都改了對不對 這改了什麼 我選了height height是不是就消失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選了weight weight是不是就消失了 所以我選完這兩個之後 他就做了一個線性回歸 這個線性回歸是不是就是用weight去預測height 用height去預測weight independent variable是在x的 那個dependent variable是在y的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好那所以說啊 這個 他到底是怎麼完成的呢 我們從ui端來看 ui端 file input這沒有什麼問題 help text這也沒有什麼問題 在這裡 這裡有兩個東西 叫ui output 這兩個ui output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以前我們都是input 為什麼這裡出現了ui output 所以這是一個output喔 這是一個output output就是類似這種東西的output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ui output 那我們在server中看一下 檔案先吃進來 檔案吃進來以後 來 ui output的這兩個元件 choose column1 跟choose column2 是使用output的 choose column1 用randomui 去接 這個randomui是data吃進來之後 我把columnance把它抓出來 我把columnance抓出來 我把columnance抓出來 這個columnance就是data的變數名稱 所有變數名稱對不對 這個所有變數名稱 我去把select input 你有沒有發現我select input 這個是控制元件 我居然把它寫在server端裡 所以說 因為這個select input 他的choose 是根據這個columnance 根據我上傳來的data 來決定的對不對 所以我的這一組東西 他就變成在ui端可以變化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column2呢 來這兩個input y input y在這裡嗎 y在這裡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你看起來像column1 實際上他是input y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他input y呢 input y已經確定了 我就把columnance 把它留下來 並且把不等於input y的留下來 這樣我是不是就input x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column2 實際上是input x 接著呢 summary就簡單了嘛 我把input x跟input y 把它弄過來之後 把linear regression 的結果 秀出來給你看 plot一樣啊 x跟y決定了以後 把x跟y的散布圖秀出來給你看 這樣懂我意思了嗎 大家知道關鍵在哪裡了嗎 關鍵就在於 ui output 跟randomui的組合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說這個東西啊 他其實沒有想中那麼難啊 我們現在來做一件事情啊 請你啊 根據我剛剛給你的這個程式範例 我們來改什麼東西咧 就是請你用剛剛的範例 你不用改太多東西哦 可是你要理解 理解完之後呢 你要說 我們啊這裡 我們除了做 regression 以外 我們還希望使用者可以做 correlation 那做correlation的時候啊 讓使用者選擇 要psn correlation 還是spearman correlation 好我們來稍微改一下 我們剛剛的這一份 UI跟server 來把新的功能加進去好不好 好 好 我剛剛看了一下 大家好像比較 在這裡好像有點跟不太上啊 不過沒有關係啦 這個 我們先講這一題的答案啊 這一題的答案不用改太多地方 就是基本上 他只叫你做什麼 這個 欸 linear regression 以外 還有correlation 要做嘛 對不對 我們再看是linear regression 在哪裡做的 linear regression 跟correlation 的做法 是不是在這裡改的 欸 我們這裡是 lm lm是linear regression嘛 對不對 那 所以說其實我們再看一次 這個網頁 所以說其實我們 這裡是不用改的嘛 對不對 我們只需要改他的 output結果 甚至連這個都不用改 那我們要怎麼改這個咧 我們是不是就直接 只要加上radio button 我們這邊加個radio button 然後我們就是input的是什麼呢 method好了 然後label等於select 然後給他選哪三個咧 linear model 然後在這裡 就來說 peer 好我們就這兩個就好了 我們 我們 我們就先這樣好了 這個 欸 多一個到底 我們就先選兩個就好了 好那我們先選兩個 因為他只有改method嘛 所以其實我們只有在summary這裡要改 我們在rad if input method 等於等於 等於等於 lm 那我們就做這件事 else else我們就做別的事嘛 我們做的別的事是什麼 cor test 這是不是前面有 這個 阿不要ret 不要return result喔 阿這裡把它改成 大x 跟大y 好我們這裡改完之後 我們來試一下 好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是不是多了一個radio button 然後接著呢 我們browse 選了一個data之後 我們現在按peercent 它是不是被改了 右邊是不是被改了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其實要加東西 其實要小修小改 其實都是很簡單的事啦 左邊這裡我們是要好好 學習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答案 它其實就是在這裡多了一個method 我甚至還給它加了color 對不對 好那我們把它複製貼上一次 其實幾乎沒有改變嘛 只有改這兩個對吧 改完以後咧 我們再看一下 server端 server端我們是不是只有改 server端因為我全部都用correlation test 所以這個method 直接等於input method 這個input method 就是那個spearman或者是pearson correlation 好然後我們再看一次 好這裡可以改顏色 並且上面是不是會改變 好這樣可以吧 甚至你要加action button啊 什麼應該都是蠻簡單的事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今天就是基本上 就是上課上到這裡 應該大家還需要一些消耗的時間 來練習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重點是什麼 第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上傳下載功能 這個很重要 因為上傳下載功能這個 就是等於說我比較能夠大範圍的 跟這個我的server互動 第二個是有很多控制區的基本互動 參數 大家應該已經有點熟悉了 對不對 第三個是randomui跟uioutput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以往我們的流程都是能夠 ui到server一次之後 server回傳給ui這樣就結束了 我們有了randomui跟uioutput以後 我們可以ui到server server回ui 再回ui 一直一直這樣循環下去 直到把我們所有流程都設計完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說 這樣子的話大家應該有一些idea 好不好 這個我們現在 我們下一節課 我們在教大家server端的一些進階語法 還有這個排版 我們目前為止都是用固定的模板 對不對 左上角是標題 左下角 左下角是這個就是一些控制參數 右邊是output 對不對 我們之後再教大家其他的這個排版 這樣子 好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谢谢观看